提到超级跑车 我想大家的第一反应 绝对不是买不起 而是嫌弃底盘太低过不了村里的泥坑 因此 蓝布基尼官方想你所想 吉尼索斯 正式推出最后一款纯然油越野小牛 Huracans Derato 翻译成中文为飓风吐露的意思 此车一出 任你们村室住在沙地上 还是立在雪原里 回村路上都能放肆地给油 它的底盘离地有着173毫米 比标准版的飓风要高出45毫米 看起来不多 不过丰田的荣放离地也才208毫米 它甚至比奔驰C急轿车还要高 绝对产不到村道上的牛粪 这下各位心里有底了吧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愉快地了解一下此车吧 Huracans Derato于2022年推出 仅仅跟在保时捷911达卡尔后面 同为大众旗下的产品 有点怀疑他们是商量好载卷一波的 新车售价30万美元起 系量1499辆 强迫症患者表示 为什么不多生产一辆 凑各整数 骑车甚至于小牛改造而来 搭载5.2升V10自然吸气发动机 匹配7速双离合变速箱 拥有600匹的马力及560牛的牛举 0百加速仅需3.4秒 急速在飞扑桩路上能达到257公里每小时 作为一辆倾向于拉力的跑车 由于越野配件的加装 导致空气动力学与重量都受到影响 能有这个数据相当不错了 毕竟谁敢在沙地上抬200吗 想吃鞋都不是这么干的 此车前后车身被加宽1英寸 有着比标准小牛更宽的轮具 这四个普利斯通全地形轮胎 抱胎也能跑80码 让你无惧任何地面环境 为了避免泥土和奥利给甩到车身上 蓝布基尼还专门设计了挡泥板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升级套件 如前面两个加装的大灯 有种越野车改装的即时感 为了减少沙时影响发动机进气 取消了小牛侧面的进气口 把其改到了车顶上 这样设计的缺点也随之而来 由于进气不足 马力比飓风EVO少了30匹 这个车顶还可以加装行李架 但只能承受32公斤的重量 条件允许的话 各位可以驾驶它去一趟穿脏线 那将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作为一辆拉风的回存车型 底盘当然得全装甲保护 不然时刻担心底盘被刮 这估计是迄今为止最实用的蓝布 超强的性能 清明的售价 不知各位心动了没 接下来就让我们学习一下怎么操作它 毕竟它满足回存的所有标准 当一辆胶贵的超跑 在村里土道上一二百码的速度奔跑 是不是有点颠覆你的认知 这并不是车主想吃喜 而是驾驶的 兰博基尼巨峰Styroto 一辆全新能越野的小牛 满足各位一直想开超跑回存 但无奈村里减速带太多的遗憾 现如今 此款车型已经开始生产 限量1499辆 售价30万美元起 能不能引进国内暂且不说 万一哪天有配乐了 各位不得第一时间拿下 为了迎接这款进村神车的到来 下面就让我们提前熟悉一下这个车型 顺便学习一下基本操作 打开车门 来到车内 可以看到内饰设计 基本与飓风一样 主要由碳纤维 真皮及阿尔坎塔拉面料组成 那碳纤维的同型座椅 头枕上绣着醒目的红牛 后方还安装了防滚架 安全感满满 经常看我视频的应该很熟悉这个红色盖子 揭开后按下 就能唤醒这头V10小野牛 不喜欢仪式感 懒得揭开的话 把手指直接伸进去也能启动 下方拉起这个式倒打 按下P式助车档 M式切换手动模式 由于拦搏没有滴档 方向盘的右后波片拉一下为加档 另一边波一下为减档 两个波片同时往后拉为M档 这里为雨刮速度的调整 又被视转向灯的控制 这些常规操作 就不过多描述了 下方式驾驶模式的选择 此车与飓风不同的是 除了常规的街道与运动模式外 多了个越野模式 这个模式下 悬架变软 稳定性控制会变得更好 能让你在烂路急持 且不那么费腰 持席几率比赛到模式要小上不少 同时 在切换这三种模式时 仪表盘颜色也会相应的变化 中控系统与标准的飓风相比 多了一些越野功能 这里面是显示车身倾斜的角度 下方是GPS的精准坐标 当在野外迷失方向时 方便搜救人员能第一时间找到 美中不足的是 作为一款售价几百万的超跑 屏幕的反应还是有待加强 另外 刀车影像竟然放在仪表盘中显示 而且清晰度堪比马赛克 这一点 想必各位不是很满意 车身到处都是Stairato的标志 包括后车窗这里限量1499的名牌 彰显着此车的尊贵 作为一辆回存超跑 除了底盘要高外 储物方面肯定要达标 不然那么多菜怎么带回来 因此除了车顶可以加装行李架外 前机盖打开后也有一定的空间 装些土特产问题不大 好了 看到这里 想必大家对这辆飓风土路有一定的了解了 你还有什么理由不买它 评论区告诉我 评论区 评论区